说话 批判人格跟很批判人 话有点近 你没有点啊 我觉得他有点天生的语言气质 他问怎么变上来啊 比如说话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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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 是下转的美丽军人 奸专克国 一无声声 不要那么奸专妖克 OK 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 我们今天在台湾观众们余夫评论 我是余夫 那么我们继续 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是要来谈色情 这个在台湾的这个泛滥的情况 已经非常的严重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请到了四位来宾呢 首先我们介绍的第一位 是我们台北市议员蓝美金男一员 你好 批刘仁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么第二位呢是台北市哨舞会的 督导我们的张淑慧张小姐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么再过来两位呢是刚好 这个名字都一样 不过他们的所从事是不太一样的 第一位我们介绍的是 台北市视听歌唱公会的理事张 张明显张先生 余福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么那在接下来这位也是 张明显张先生 不过他是高雄市的这个 檳榔包装加工业职业工会的理事长 张明显 张先生 主持人 那女演 还有两位张先生 张小姐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你两个是同的 对 来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 陈水平有开始在扫房 对 他这扫房都已经扫到 好像 好像真的好像 有一些地方已经不见了 那到底现在扫房的 现在那些社群都跑下去了 其实这次陈市长在扫房的时候 是在住宅区 把社群赶出住宅区 是扫的很彻底 平安心讲我们大同区已经多没有了 包括一些 等于是说 是地下的那些也都不敢做了 那这样子扫房的时候 我认为是说应该是要整个全国同步 比较好 整个 因为台北市住宅区赶出 住宅区就没有了 但是你把它 走到最高区里面 趁机又走到 不定点的一个应召站 细节流窜 到处流窜 到KTV也可以应召 甚至说 其他酒店 或是说饭店 都可以去 像KTV现在最盛行 他可以找人来陪唱歌 他在这里边 包厢里边 你在搞什么 大家不是很清楚 这夜色清楚的话 那变成到处流窜 甚至说理容中心 现在是关掉没有错 但是我认为是说 市长在扫房是非常彻底 而且所有市民都非常支持 只是说 扫台北市的住宅区 商业区没有扫到 反而促成商业区的生意更兴隆 然后就是说 一些变成化为地下化 那有个跑到台北县 所以台北县很不高兴 说你们台北市扫 把它扫到我们台北县来 那我认为是说 如果扫房是 应该是勤国一致 同步进行的话 就可以至少 没有办法根捷 也可以遏止这些社群行业者 是 不過我要请教我们这个 李市长 有一点 一直走走走去 做扫房生死人 其实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现在本能夹 可以说收留 丹水扁丹水丹水丹 他的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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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意的就对了 不得意的 不得意的 这是对 可以说对八十四年多 开始落宵有这个名租出现 我们十几年前 绝对没有本能生死这个名租 不得意的 是因为你们说生理天气 我想这个张理市长是 刚刚讲是说 因为是扫水扁撒完了 有时候变成有檳榔西施 其实还没有撒完 之前就有檳榔西施了 因为外线市的我们不清楚 只是听说嘛 至少台北市的时候 我们是亲眼看到 我们这边的麥塞道路 那边成功路 成功路那个地方 我就每天从那边经过 从开始穿着很整齐的一个女孩子 后来变成越来越穿越扑 三点四的泳专那种 内衣外穿都穿出来 其他都不穿的话 我想这个是最近的 还是有一个报纸穿的杜多 就是维多多那个方式的话 看起来是我想 所以刚刚讲是说 阿伯扫到那边去了 我想这个责任太大了 事实上是这样 不是 我们檳榔叶的话 你看这几年里面 从以前我在檳榔叶 从事15年的时间 但是我对这个檳榔叶我很清楚 可以说这个本能生死 这个生死应该讲起来是 美丽的小姐 并不是把这个社群搞在一起 这个是没有关系 但是那我像我们南里演讲的 以前就有 但是对 以前是 因为这个是服装上 没有像现在那么大胆 人家是穿得漂漂亮亮的 整整齐齐的 只是让人家来吸引客人 所以这个檳榔叶 是不能跟现在社群这个 讲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还是肯定的 我们是说我们程处长这个... 不啦 你的意思 现在是说这个 酒店的公关小姐 走去做檳榔 谁是 可以说 可以这样 是这样 是 不是因为你们这个檳榔 因为你们到这个老人来生 所以... 不是这么说 檳榔叶这么久的 因为从事这种行业太多了 我们有200多万的消费人口 以前在我们几年前的话 我们请欧巴桑都没有办法请到 我们现在檳榔叶里面 很多我们都有请到外劳 为什么 我们没有办法请到小姐 欧巴桑都请不到了 怎么会有小姐呢 所以这个西数我也很肯定的讲 就是因为程处长的遗物 留下来才有这种西数的存在 我想我要讲一下 因为我刚刚讲说 我每个亲眼看 因为我每天下班 从议会出来 经过成功路那一边 一开始 当然是扫房是一贯性的一个政策 只是说这一次 程市长是特别的一个彻底 那在还没有正式 在彻底扫房之前的时候 就有檳榔戏事 是为成年那些学生 所以我就很感叹是说 这个年纪是 还有这个时间 是应该在上课的时间 为什么坐的高椅子 坐在那一边 两旁那边 穿得滚很低 热褲 算是所说的那种热褲 高椅子在腿就翘在那边 那就好像在招客人一样 車來 轎一停下去 你说男性 所以说那是未成年 我们是当时 彪南希是讲是未成年的 那后来变成有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是说 因为最近比方想经济也不景气 然后就是很多 比如说在酒店 在那些比较社统行业 生意不好的话 或是说他不转到这个地方去 变成你们要张懒你们的生意的话 就把他收容这一些人 也不是说因为阿北的时候 他跑到那边过去 本来你们就在做这种工作 责任不能完全推荐到阿北 反对我们男女演讲这种话 怎么讲的话 因为我在槟榔那十几年 我前省到处在跑 事实上的话 在两三年前的话 我们都在高雄市那么多 可以分两个最大的市場在高雄市 我都还没有看过 怎么会有以前会那么多檳榔西施呢 这个不可能 就是在这两三年钟中 才会那么多出来 因为我们以前请不到人 不是 请不到人的话 也不能说雇佣那些未成年的 我想这个造成的 对 我知道 未成年那些少女的话 我想这已经触犯到法力的一个 比如少年福利法 是 要跟我们这个问题 才可以来谈谈 刚才有说就好了 譬如说我一部 一部份是早上就做评论 但是有一部份 刚刚我们男女也提到 所以在KTV裡面 甚至就是说 去外国用Q的打电话之外 是不是现在有这个现象 一般来讲 其实客人如何来 对我们来讲都是我们的客人 但是以我们工会来讲 工会的成员一定是 无赔式的KTV业者 那一般来讲 因为他为了吸引客人 所以很多酒店他都挂KTV酒店 其实KTV它是一种行为 唱歌伴唱的行为 所以很多他为了招染 然后他会用KTV酒店 那所以很多人会有个错觉 以为说 KTV酒店跟KTV是一样的 其实它不同 它的最大的区别 就在有没有陪伺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陈水扁扫黄以后的现象 有没有这种 比如说到你们正常的 这种KTV去唱歌 然后再打个电话 再叫个小姐进来这样 有没有这种情况 其实一般来讲 客人倒是都是一起来 就像没有扫黄之前 他们有时候也是下班之后 直接带过来唱歌 是绝对会有 因为KTV的营业时间比较长 那你有时候 把公关小姐带出来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继续唱歌 或去吃宵夜 那KTV有时候也有公餐 所以一般来讲 这种行为是有 但是你说到了店铺 再把小姐叫出来 我们倒是很难去集合有没有 因为对我们来讲 你只是正常客人来 我们做我们该做的服务 那他们就离开 就是我们提供的是 一个半唱的服务 是 我要请教我们这个少伙会 就是说我们张小姐 您看了一下 目前这样扫黄了以后 就是说你们所得到的资料 有些像这种 这种少女什么 她们是 是不是刚才讲的 已经有跑到檳榔去了 跑到KTV 跑到到处流窜 是不是这样 其实在扫黄之前 这些青少女 就已经到檳榔摊去了 这我必须要跟理事长 说声抱歉是 真的 我们的檳榔稀释 其实在两三年前 已经都有了 而且孩子们会口耳相传 告诉他们说这多好贪 你不知道摸一次五百块 摸一次 摸一次 五百块 摸手 不一定 你看你的行情 你长得漂亮的话 摸手就那个 对 这样子啊 对 那我们的孩子们 因为很多孩子 中途辍学的孩子 尤其很多逃学 不太想上学的孩子 他就到那边去工作 因为那边 不太需要你的身份证 也不太需要你的经验 你只要坐在那边 穿漂亮漂亮 让人家看就好了 是 所以现在还有 像我不晓得这个张女士长 现在后面再加这个铁皮屋 让你一直来做性交易 那不是才行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 像我们南立演讲的 我们张小姐讲的 事实上的话 我在檳榔夜那么多年 我们有关每天 这是从事的 这是我们檳榔夜的朋友 事实上目前到为止 我在这边可以肯定地讲 我是没有遇到过 听是听人家讲 但是我问她的听 听人家讲的 我说 听问一下你怎么有去 她也是听的 你说你没有遇到过 那个铁皮屋 对 后面做铁皮屋 包括我们张小姐说 摸一次几百块的 这个我都还没有 本身我在这种行业那么久 我是没看到 不是买到 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嘛 如果有来说一定会在这 但是我听到也是红声 我问他也是说他听到 我也请问张小姐 你有去买过 你有在他的朋友 你有自己买过吗 我还请我们辅导一下 你跟我说 我们辅导少女跟我们讲的 而且她是这样子 对 等一下 我来请教张小姐 你说你的那个资料 是那个檳榔的西施 我们檳榔西施自己讲的 是 他本身是檳榔西施 对 他本身西施 他本身自己是一个檳榔西施 可是他到最后招棚引了 五六个檳榔西施 是 对 那全部都在新名路那一代 没关系 我们现在有一段这个 没关系 我现在有一段这个影片 是我们一位这个 这个檳榔西施 他本身也在KTV等等 他自己亲自亲口讲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以后 马上来看这一段 OK 我们在这一段里面呢 那有一位呢 少女是他自己本身的这样子的自白 那么我们也邀请四位呢 跟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在整个这样过程里面 他的这个受害的这个经验 好 来 我们先来一起看看 来 我们现在都专业了 我们现在都专业了 这么多人 等一百个高中生出现 我们都好 我叫小臣 今年17岁 大概在一年半以前 我在那家KTV陪客人喝酒的时候 有警察的领情 那因为我未成年了 所以就被抓了 我妈妈 从小时候就离开我们了 她和我爸爸离婚 所以我都跟我爸爸住在一起 爸妈离婚之后 我只见过我妈妈一次 我妈妈有一次 我爸爸带我到一个路边摊去看 我妈妈在一个路边摊幫忙 我看着她 不过我心里没有什么感觉 就觉得好像看着一个女人而已 我有一个哥哥 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她 我想她大概跟我一样讨家了吧 我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讨家 因为家里环境不好 同学都很排斥我 在学校成绩不好 老师就会打我 还说我是败累 讨厌去上学 我就讨学 我就跑到学校一个角落去躲 躲了一天一夜 不过后来是被发现 我后来逃家逃了很多次 我爸爸 他就会用暴力打人 他就会打人 没有办法跟他沟通 后来他打我的情形越来越严重 在十四岁的时候 我有逃家 而且我就想 我就不要再回来了 我先死了 我先死了 你不要再去那儿 你呢 我再来 你再来 你再来 那天已經很晚了 我一個人在台北街頭晃來晃去 有一個男孩子 他就來跟我搭訕 他說要請我吃頓飯 我心裡就想說 終於有頓飯可以吃了 後來我認識他之後 就跟他住在一起 他給我吃給我住 不久他問我說 我又不要買漂亮的衣服 和喜歡的東西 我就問他說 你有錢嗎 他就說 你可以自己賺 經過他的介紹 我就到一個爹爹媽去上班 在那裡要陪客人聊天喝酒 給他們摸 有時候還要陪廚場 那那些客人有做工的 有做老闆的 還有黑島的 他們喝了酒 就講話很粗 會耍大爺 要你怎樣你就要怎樣 我做了四天 我又跑了 我賺的錢 他跟老闆抽利潤 我再跟他分一半 那我身上有錢了 所以我就跑了 我又跑到西門町去打電動 玩到身上的錢都花光了一次 身上沒有錢我就開始到處混了 沒有固定住的地方 有時候會遇到那種 可以吃一頓飯的男孩子 心裡想說 我也不怕他對我怎樣 反正自己早就已經怎樣了 那時候心裡只有一個想法 就是不要回家 其他人都不管了 後來我碰到一個 三十歲左右的男的 我和他住了幾天之後 他就帶我去找他老婆 他老婆是開那個 賓館的內獎 然後我就在那個賓館 開始接客人 平均一天大概五六次 所有賺的錢 都是要老婆拿去的 我就是吃他們的啊 住他們的啊 有時跟他們要一點零用錢 客人從二十幾歲到六十幾歲都有啊 如果我做他們喜歡的事 他們就會給我小費 可是有一些客人很出爐 滿兇的 弄得我很痛 曾經問一個客人說 你會不會對你老婆這樣 要說 我老婆是我老婆 你是你啊 有一段時間我常常睡不著 就開始吃安眠藥 後來就常常吃很多安眠藥 這樣對客人就沒有什麼感覺了 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很像快要發瘋 明明隔壁沒有人我就覺得好像很悠然 心情不好的時候 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覺得不想活著 我在那個賓館待了一年多 我也到過三重啊 半橋啊 新竹啊 桃園的賓館去 有一些賓館他們都互相認識啊 所以哪邊缺小姐就會互相釣人過去 我一直和那個男的 和他的老婆住在一起 嗯 後來那個男的偶爾會給我 他對我有幸的要求啊 就覺得怪怪的 就跑掉了 後來有一個朋友 介紹我到板橋的一家KTV酒店去當公主啊 那在那邊要陪客人 要坐台啊 要陪客人喝酒啊 有時候還要陪客人出場 那家KTV裡面 有很多女孩子也都是離家出走 很多跟男朋友住在一起 這邊 錢賺了蠻多的 一個月至少 五六萬吧 不過好像也沒有存到什麼錢 錢花得很兇 我們常常下班後 一起跑去打電動 或者一起去大司一頓 還有買衣服啊 化妝品啊 有一個女孩子最喜歡說 蘇蘭蘇丁 她甚至買什麼都要名牌的 有的女孩子賺錢 吸安非他命什麼的 也有的幫男朋友還債 大家胃都不太好啊 可能是喝酒喝太多 我想生活不正常也有關係吧 像我舊我也會養 有一些女孩子她懷孕啊 或者是得性病啊 會到華西街一家 副科去看病或者墮胎 那裡有很多是那個上班的女人去看病 我有去墮胎過啊 也得過臨病 我不知道以後還能不能生孩子 第一次的性經驗 大概在我十歲以前吧 算是被搶包吧 那天我一個人在路上玩啊 那有一個男的跑過來問我說 奶奶你要不要玩玩具或吃糖果啊 叔叔帶你去吃糖果 我就跟他去了 後來發生的事情 沒有什麼印象 一片空白 也不記得痛還是不痛 只記得我還很專心地在玩玩具 也可能 是我在記憶裡想把她封殺掉 不要去想她 我不知道將來會不會結婚 我覺得一個理想的家庭 那那個夫妻應該不要打架啊 吵架啊 尤其不能讓小孩子感受到 我媽媽是在我五歲的時候離開的啊 那她一離開喔 我就變成我爸爸直接的出氣筒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 家庭有沒有給我什麼支持喔 沒有耶 什麼都沒有 我們看到的這個案子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如果一個少女 她真的要離家出走 好像都已經排給她的那種 完全包括她怎麼樣 用她的身體來賺錢 都已經交給她了 像我現在請教 先請教我們這個張理事 就是我們一般的這種KTV裡面 像這樣子是不是 像比如說酒店什麼 剛剛那個女孩子就是說她在 就是一步一步的走 那有必要一定要用色情嗎 才能經營的下去嗎 基本上我覺得這根本不需要 那只是一個噱頭 那以我們工會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的員工來報到的時候 他一定要滿18歲 因為我們要幫他辦勞健保 另外一個的話我們都要 那個家長的同意書 那家長知道你在哪個地方上班 那我想我們把這些都照顧到 事實上那種行為 想要在一個純KTV的環境中工作 他有他的困難度 因為坦白講 他們如果離家少年 他基本上沒有辦法 做這樣的資料提供 所以這部分我想在我們工會 是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我要請教我們張理事長 一般的便當西 是到他們那裡做便當社事 還沒有管理 還沒有說 二月十八歲還是什麼 這個總統比較是 我相信是沒有這個事情 因為沾在我們本行間來說 那種方便 所有從事人員 可能台北 我今天用這個機會 跟我們的社會觀眾說一下 其實說起來 我以我所了解 我們本人約鄉主親 原方便 在了自己的家庭 粉絲以外 出的多數 就是離家少年 沒有就是離婚的 離婚的太太 是 正正當方便 一種人 有很多人 沒有人要走這個行業 怎麼說 我們本人約想 大家看 大家本人約都當作 總是這個行業 或是包括吃本人 是不是都沒有水準 以前 可以說就是 都是這些 那這些 比我 在社會上的那個人 在吃本人 做工具 七頭人 都當作 所以說 大家都認識 所以說 可以說 我們很正當的繡路 他絕對不會來擁有這個行業 是 所以 不正當的繡路 有擁有這個行業 但是 那有必要一定要請 那些便能 使使用這個 用這個清涼秀 才有辦法把便能做好使用 這是 以前應該是不用這樣 因為這幾年 事實上太競爭了 太競爭了 是 才會變成有這種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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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條路都死了 那以前是絕對沒有這個事情 是 因為以前是可以說 都自己的人在做 大家擴大營業 覺得有利途 所以說一直一大過一大 不得請那時候 必須要 主要 有人要來應徵 因為這種的東西 你如果說沒有特殊管道的話 你也找不到小姐 我們 檳榔業從事年年 他要的 特殊管道 特殊管道 可以說今天 有所了解 今天一般我們正常的人 不是說在五六在驚大的人 或是說在外面沒有人面的人 請問一下 隨隨便便 你說一個月要請五萬十萬的小姐 沒那麼簡單請 所以這說起來 連人口販賣集團 不是說販賣集團 可以說就是 我告訴你 現在我們台北管市方面 這些獎屬 這個奔養大家的人 很有可能 以前就是在我們 五六場所上班的小姐 出來 他不就有 他有關係啊 他能夠找上這些小姐 我的朋友本來我也在吃奔養 或是我的很好的朋友在吃奔養 沒有工作好做 不然我來開 但是這樣我就有辦法去請到那裡 那裡小姐 不過這... 這段我們男議員有一些意見 不過男議員的意見 我們先休息一下之後 媽先回來 是喔 OK 歡迎再次回到我們 在地館店的漁夫評論 我們剛剛聽到張理事長這樣說 這樣說起來 特殊管道上面有一個 黑道是不是 這個男議員 你會了解一下嗎 是 我想說我 前面對剛才這個 中醫師長在說的是 行業拍照 不得不得要請一些 女孩子來 其實你要聽成年人的 先穿到暴露 我們都不會去干涉 因為你說外面過路在走 也是穿得很時髦 只是說他占用到人行道 妨礙交通 妨礙公共衛生 跟雇用未成年的照你 他是觸犯這幾點 所以說你們可以請你們 要做生意 我們不反對 既然你這個未成年的效率 如果去應徵的中間 你們知道說他沒成年 包括剛才那個張理事講說 沒有身分證明的時候 父母沒有同意書 如果是照他們剛剛講說 有父母同意書 有生養證的 這是正常的一個小孩子 我們利用他就可以 所以你沒成年 你家長還不知道 你從事在行業的中間 你知道你基於他的道德上 是你應該要當地狭區的緊急 或是社會機構馬上去講說 我們這邊有一個女孩子要來應徵 是不是我們要輔導這個女孩子 去做創事 不管哪有意願 他現在不是要做法 你說這我心裡是說 你說你每天都有經過 那個教育怎麼看得到 如果市長就開始燒煩燒 你是意願為什麼 沒有市長叫我去創殺會 不是都沒有要直接 本來是狭區就是來 香港人可以出隊 結果他就沒要出隊了 可能是他有定期拿紅包給他 所以說來講話 講到最後我會講到 就是完全是警察 你比如說 有這些有法院的 遺跡有這麼多 為什麼從來沒有用過 我們剛剛跟張主長就這樣講 所以我們黑道就控制掉 我聽話說 你說你聽話聽話說 我也是聽話說 因為我不是從這個行業 我怎麼知道你裡面的內幕 就是說有一個集團 控制我所下 跟人家說 跟人家說 我家裡有幾個十個小孩 你這棟要去五個 我就幫你 每天提供五個給你 如果你今天四個上班 一個月不可以來的中間 我可以說 馬上我調一個人給你上班 是 有這棟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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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議員說 這棟營是風聲的 我剛才說我聽了 我剛才說我聽了 絕對沒有這個事情 因為總是這個行業要來 不是說你站在那裡賣就說你 不是你這個行業 不是另外一個集團 另外一個集團 不是那麼容易 對 知道嗎 手指不太簡單 你上部署來講 因為你沒有特殊的話 我們這裡也不要 所以你說 那議員說 不是 不是這樣 我剛才說的就是 去五個中部上班的人 他本身以前 也就是從事這種行業 他出來換作本人台的老闆 他才有辦法去找到那些 所以你說中最人沒有這樣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我接觸的對象 大部分都是未滿18歲的少年 然後他們大部分 後面都有黑道把持 然後他們跟你講說 你先做輕的 然後先去賣賣檳榔 賣檳榔只讓人在摸摸小手 沒什麼樣 接下來呢 就送你到酒店去了 或是KTV 那甚至到最後會全省做台 全省做台這樣子 那到最後淪為什麼樣的 社情行業都有 可是這邊有一個問題是 我覺得檳榔業者 是不是要考慮到法律的問題 少年福利法 我們說未滿18歲 我們不能抽菸 喝酒 吸水 對 我們不能販賣 未滿18歲的青少年 對 那其實有 家長同意說有身分證 可是他未滿18歲 你還是明知故伴的讓他來賣 讓他來賣 讓他來賣品郎 好像不太對 是不是這樣 我們在強調這點 對啊 其實我們不能去的方便 在這麼一個地方 我們在這個公會指示裡面 在開會準我們一直強調 我們不要販售 給未滿18歲的青少年 但是我們沒有要求我們婦人說 你未滿18歲 他沒有試做 他都離家出走 你還不收容他 這個我們當目前為止 這是因為你收容 我跟你講 對 少年福利法 第十四條 第26條 第十四條 裡面 拐片買賣這裡有一條 是 強迫餘養 強迫餘養 農留 你就不能收容 這農福利法裡面 少年福利法也有 這發現有一點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只是呼籲你們業者 如果是真的要僱用未成年 我剛剛講得很清楚 沒有身分證 沒有家長同意書 家長不知道從什麼行業 未成年的少年 你們盡量不要僱用他 那一班他去呢 你真的要把當地機關 或是社會機關 對 他們說有一些女孩子 可能是失學 還是說逃家的時候 我們應該輔導他 從事正當的工作 或是說就學 其實這個年紀是就學的年齡 像有一條也是說 你剝奪他就學的年齡嘛 所以這段男議員 有特地提到就是說 像這樣子 你們不要去 你們沒有辦法說 透過公會內部的資歷說 十八歲不要 二班十八歲不要跟他講 有可能沒辦法這樣 這是很困難耶 很困難 我們會宣導 會宣導 但是要做 事實上要做到說 不能容留十八歲 以下的青少年 來獎勢我們的工作 這種可能是很困難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宣導 這種很簡單的道理 事實上的話 我們政府 社會方面 藍議員 很多機關 很多我們部會所長 說他有聲有聲 這個也不要那個也不要 請問一下 現在這個社會 很多十八歲 他不讀書了 請問要到哪裡去 我們市政府 又沒有什麼機關 都要怎麼樣 很困難的道理 沒有... 這些人要找到哪裡去 你管理... 你管理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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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收容 檳榔西西 你好像在做社會救濟一樣 社會工作 工作一樣 你這樣講就不對 對啦 沒有 我們上次有... 我們上次有查到一個 那個應召站 然後他就我們說 你為什麼查... 收了那麼多 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女 他就說我在做社會公益工作 這個我不敢講 對啊 我不敢說這樣來講 但是我問題就是說 我現在就說 有這個...不要 政府計關 我們有這種立法的話 沒有關係 今天我來到這個節目以後 我回去馬上辦 我要透過簽審我們這個組織 沒有 但是我先跟你說 比如說以這個張先生 他們的這個私聽公會來這裡 他們就有辦法 就是透過他們公會內部的自律 是怎麼你們就沒辦法 助力是這樣 講是講 能夠做得到 沒有...我現在沒辦法 你們沒有你們的自律 我們的自律是一定會做到 因為其實這關係 到公會本身的運作 今天如果你是一個合法的業者 你就必須守法 這是沒有得討論的 所以如果說今天政府 或相關機器官怎麼要求 你就是必須配合 就像我舉個例子 以陳市長上次在實施的 所謂4月2號實施 事實上我們所有公會 我們明明知道 那會損失我們的生意 可是我們還是全力配合 我們一樣在11點半清查所有客人 未滿18歲就是請他回家 甚至在初期執行的時候 很多消費者很不高興 我們一樣請他離開 即使不買單都沒有關係 這就是一個配合 一次兩次客人就知道 那當然市政府警察局 也有配合一個消防的 一個宣導的標語在門口 所以也讓我們業者 在執行這個動作的時候 比較好執行 不然他會認為說 我怎麼不知道這個事情 是不是你們在趕我這個客人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有個政策要推行的時候 包括像以這個張理事長這邊 他們顯然是沒有收到 少年福利法這樣的一個訊息 所以公會不知道去要求說出 那我是覺得說 是不是以後在執行上的時候 能夠更周密 更完全一點 包括所屬的公會 這些社會團體 能夠全部都收到這樣的訊息 不過剛剛張理事長 也提出了一點就是說 像有一些那種少女這種 輔導的問題 那我不曉得像我們政府 是怎麼做 像這些除了不要收容 不要這樣 不要收容 那我們政府到底有沒有 把這些小孩子 就是說他已經離家出走 然後甚至去當便當行事 往那以後被逮到或是怎麼樣 有沒有一套方法叫他們... 其實在那個性交易防治辦法裡面說 如果孩子當他被發現的時候 他這麼會 像我們台北市的話 會送到廣池博愛院 父子訓練所裡面 讓孩子們學習一些技藝 還有教育方面 然後請附近的學校老師 來教育這孩子 那孩子到這個決定說 他要升學呢 還是要去就業 那就業的話 我們不希望他再回到 原來的這個場所 所以我們就業的時候 我們會改變他很大的一個 他整個職業的價值感 還有他自己的生涯規劃這些的 對 然後現在很大一個問題是 中途錯學的孩子怎麼辦 中途錯學的孩子 好多孩子 我想那個中途 剛剛那個 我們這少也會這樣講得清楚 中途錯學的話 我們在 比如說我們是市議員的立場 我們一直要求市政府裡邊 教育局 每天大概學生的上課情緒 都非常的清楚 如果超過學校規定的一個天數的話 沒來上課的話 一定要到家裡去做一個家庭訪問 了解這個小孩子中途錯學 或是說沒來上課的原因 那如果中途錯學以後 知道他原因是說 因為遺跡國外 甚至說因為家庭需要他照顧 媽媽生病父母生病的話 那知道他原因 錯學的原因 如果不知道錯學原因 家裡也不知道他到哪裡去的事 要透過警察機關去追蹤 去把他尋找 尋找回來以後 如果他是從事不良的一種行業的話 比如說當出去的話 我們的管處博愛院的護職所 可以解育他記憶的心 剛剛我們講到這裡 那後來我們在教育 我在議會有提出這樣一個建議 結果社會級有在做 比如說根據他們的上課的一個 比如說他是年級 是國小國中的幾年級的話 戶俊的學校國中小老師 到護職所裡邊去跟他上課 那從我上一屆有這樣建議以後 有真的我督促他做 結果社會級真的有在做 結果每年多有在護職所裡邊 受記憶信任學會除激 是除激才到治療所那邊去 不過你剛剛一直在想說有在想追 但是還是有他講的這種 跑到台北縣市去當檳榔洗手 那所以說變成是說 我們的政府機關跟社會機關 沒有徹底去跟... 而且這個業者也不配合 那如果說業者不知道 這相關法令的話 我想是因為是最近 剛剛通過這兩年的話 我想可以把這些的弄給你們 而且你們公會是應該很清楚 不是說我們一定要什麼 提供給你們對不對 阿同福利法民國70幾年就通過了 阿同福利法說有 是那個兒童及少年姓黃志賓 雖然是兩年才通過沒有做 很清楚 所以包括親父親母 包括擁擁擁擁擁擁擁 如果他知道他的孩子 做這種行業 他也要受出販 所以這點我要特別 請問我們中理事項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好 配合我們大家互相配合 你就知道政府也做不夠 但是你們公會也是要有自立 這個問題方面 我們先發問一下 不要緊發問一下 我們馬尚哥在這裡討論 謝謝你們 這麼多單位 OK 歡迎再次回到 我們現在更在地的館店 漁夫評論 我們剛剛這個問題 還是要請教我們張理事長 說大家 你知道政府也做不到 或是警察有時候 沒什麼在管 我們大家互相好好來做 不要互相 這還包括道德的問題 對… 不是跟合法不合法的問題 是… 沒有 這是我們可以盡量做 做宣導 但是事實上 今天我來到佳宏 我也要向我們所有的 參與的觀眾 大家一定聲明一下 絕對本能生死和息情 完全沒有關係 在這裡我一直不能說在這邊 我們藍議員 還有我們張小姐一直講說 檳榔其實就是跟受情搞上關係 事實上是沒有這種關係 事實上莫迪卡 我們全性裡面 一萬塊裡面 莫迪卡有張小姐說的 方便 有公公 摸著手五百塊 莫迪卡是一萬分之一 剛才一塊而已 是不是 但是目的我是沒看到 所以說今天我們的主題去講 來講 我們是可以防止涉請這個問題 我們業者的立場 盡量配合政府的立場 我們來做宣導 我們做宣導 但是… 他現在在說的 不是說 不是說十八歲以下的 對… 要不要去收容十八歲以下的活動 是…那沒關係 那問題 但是問題 絕對我希望說我們的觀眾 不要跟本能生死和息情 搞不上關係 完全搞不上關係 他不是要用那個… 您就很簡單 不然我們現在 觀眾大家都去看電視 有關機關 你如果… 在第一天多久 你有辦法去抓到 因為你總數本能生死 總數息情要抓出來 我工會 要負擔什麼職業 這我可以當當民進 我們的觀眾面前 說這個大社會 是不是 本能界絕對是不會做這樣 但是請 未媽十八歲 穿更曝露的 穿更經濟的 穿更學徒的 穿更學徒的 這是我相信 但是職情絕對不能 把動作是職情 我要說 大家 尤其我們南修的朋友 大家都很了解 我不用再清楚 我們這關南北線 走到世界 暖的國家去看的方面 這個職情的行業 裡面 是入不開了 但是 很多其他 我們經營的主題 說不到的行業 裡面 也有很多 也有很多 但是我們 在這裡不可以說 不可以說 我們南修平 沒關係 這段我來聽張消息 張消息 我想說 知道是說 還有其他的單位 也有一些 有一些是專門讓這些 這個少女 對 我們桃家少女 其實檳榔葉 只是其中的一環 滿多人是到那個... 譬如說他缺錢的時候 他就到那個路上去 找一些吊鎧子 然後或是去交友中心 電話交友中心 然後很多電話交友中心 女孩子打電話進去就說 我現在缺錢 你給我多少錢 我就隨便你怎麼樣 OK 這是一個經濟來源 然後還有很多方法 譬如說三溫卵 或是KTV業者去當那個 就是公關小姐 那這些都是 青少女常去的一些地方 是 所以等於就是 也是提供一個像 不是說講到這個 KTV這個空母 我想喔 我想有個地方一定要澄清 因為我發現即使主管 機關 他還是分不清楚 KTV跟酒店有什麼不同 所謂的KTV 它在管理上 它是叫做提供視聽伴唱 我們只是提供這樣的硬體設備 給你來唱歌 但是因為有一些 這張執照很難拿 所以一般人他喜歡 酒店為什麼喜歡掛KTV 我剛剛有提到 因為KTV是個行為 半唱的一個 唱歌的一個行為 但是一般來講 會有公關的那個就叫酒店 那酒店為什麼會讓人家 覺得跟KTV很像 因為他的招牌都用 酒店KTV或KTV酒店 這一點我想一定要代表公會 有機會跟觀眾要做一個特別的釐清 也希望議員這邊能夠了解 就是說 因為常常我們自己都分不清楚 包括我們也常常面對我們的員工 我們還要去韓跟他家長解釋 為什麼 我們的KTV是什麼樣的KTV 跟酒店是不一樣的 那這一點我是覺得 真的一定要澄清 有賠視跟沒有賠視 它差別很大 像我們來講 以好樂迪的消費 99塊加55塊這樣的消費 你怎麼有辦法去請一個 公關小姐來坐台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 像我們這樣合法經營業者真的很多 可是當然偷跑的 用另外一種花招來吸引客人也是有 可是它是叫做所謂的酒店 它跟我們真的是不一樣 可是酒店我覺得 或是KTV 它本身只是一個場所 我們很多孩子是變成伴遊小姐 或是很多廣告上面說 赴日伴唱 然後信孩子到出國 那孩子本身就喜歡出國 就喜歡唱歌 就伴唱出來了 然後就走了 那等於就是說 剛剛我們提的那個案子 我們就看到就等於是 我們台灣有太多是提供這個少女 你只要是離家 你只要有一個身體 你就可以到處去 對... 剛剛那個張理事講 不管是KTV也好 或是KTV酒店跟KTV也好 多人不能從事社情行業 那當然說有時候是業者 他不是本身從事這種社情行業 是客人自己相約進來的 但是我認為是說 也希望在這裡呼籲業者 希望能過你們的環間裡邊 雖然說你們沒加索沒有錯 那當然是不能雇用 不能從事這種行業 但是你不能說 防止客人不做 在你邊不亂搞 至少那個門的玻璃 應該是要透明的 而且你們的工作人員 半小時一定要定時去審查一下 因為我們是一個乾淨的地方 我們不容許你們在這邊做 破壞你們這個行業的名聲 我想這件事你們業者 應該要本身要去呼籲 同行的做 我想藍也很熟悉 剛好我們工會業者 都有這樣的要求 我們在裝潢上 每間包廂一定要留窗戶 而且那個窗戶不是那種小窗戶 是很大的透明窗戶 那當然... 所以我... 他就... 現在就提到重點了 像那種檳榔細絲 你剛剛講說不是色情 但是他就是要把它用 他就是要用它 他要關關 故意要給人家看 那不是色情是什麼 你不能說 一般人我走在外面 我故意露給人家看那個... 叫藝術 不是這樣子 事實上 大家這樣對這個 真的關心 對 我們協助這些立場方面 我們會從今天開始 我們會助力 但是要把它消滅到 不能消滅到 可能我們政府機關 還要做一番努力 因為這些人 要叫他去哪裡 困難是這樣 資料提供提供 可是我... 我覺得這邊好有幾個點是 我覺得業者如果配合的話 業者如果配合 他願意告訴我們大家 這相關單位說 孩子到哪邊去 我相信我們會很願意去幫他 像我們剛剛那個VCR裡面 看到那孩子 那孩子說他家庭暴力 然後媽媽又不見了 他沒有地方去 誰在支持他 沒有 真的沒有 那可是問題是 如果業者這時候 是一個很好的支持力量 幫助這孩子之後告訴你 好 請到少佛會來 不是說來我這邊做檳榔西施醬 不是說到KTV當方官小姐 不是這樣 是說到我們電視台 三立電視台找尾屋 也都可以幫忙 對... 我說我們做過這個節目 很好 現在的話如果說 今天我們張小姐講說 我剛好是檳榔湯的老闆 一個來的方便 講是很簡單 電話在哪裡 我要是向誰 我要去警察機關報案 誰能做多少 這個又沒有問題 他又不殺人 他跟民法18歲而已 他來說我就找不到工作 我來這裡我會當上班 那就是... 就是違反18歲 是違反少年福利法 又有這兩個法 還有... 所以一定要你... 拜託你們給他 不是說舉我協助他 對... 要給他通報當地的機關 社會機關 或是說警察局 這個要建立一個網 其實這個社群的話 不只這些 應該是要大家做回來報名 要大家做回來努力 我們大家是希望說 不要台灣變成一個... 對啊 社群這麼煥然的社會 是最重要的 好,來,我們先休閒一下 之後馬上再回來 OK,我們來到了最後一段 我們剩下沒有多少時間了 所以我們要請各位來跟我們 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首先我們請我們這個 張理事長,好嗎 我們很高興喔 今天能夠透過我們這個 三立這個節目 讓我們業者也認識那麼多 所以說我們今天開始以後 如果我要希望我們全省 檳榔業者 大家能夠助力 這個是我們今天來到這個節目的 希望 我最重要的是十八歲以下 對... 未完十八歲 希望我們本能業者 大家盡量... 一定... 不然說盡量 一定... 不然請日本十八歲的青少年 重視本能這個行業 因為我們這個行業目前 很衰啦 大家都結尊了 那些衛生紙也結了 好說今天 還剛才就在這裡 所以說本能業 一定要主力 我們要先進去 希望業者要配合 來 理事長的話 大家聽 還有什麼三粒一百 還有兩粒一千 一粒一千 寒睡 寒睡叫一睡 好 來 我們請我們這個張理 也是這樣 是 我想今天就是跟張理事長一樣 我們也只是一個業者的代表 那當然我想在業者的立場 一定是支持政府的政策 因為再怎麼講 這是息息相關的 但是我們今天也希望說 其實業者所能夠配合 一定都是在治標部分 我們也希望相關的主管機關 能夠針對這樣的一個問題 針對青少年這麼嚴重的問題 有一套真的很細密的一個流程管理 不要說今天在追蹤的過程中 事實上為什麼有做追蹤 結果還是有很多人流落到 所謂的一些不當的地方 我想這都是有關單位 應該去思考的地方 那當然在我們業者 我們一定是全力配合 不過我是說的 你剛剛講到這個酒店 跟一般人的KTV 還是會這樣混合在一起 你像你們這個業者 有沒有怎麼樣的一個 是 自清自律的這樣 會讓人家可以分辨得出來 有 一般來講其實我覺得 KTV跟酒店很好分 你大概從名字 或是從一些招牌 你就看得出來 因為一般我們做視聽伴唱 我們公會的會員 他就是都是一些很... 譬如說錢貴 譬如說好樂迪 我們一聽你就知道 那是做純KTV 那當然有一些 比如說屬於酒店 有些什麼人聲 什麼公主 什麼皇后 那我一聽就知道那是酒店 那事實上 其實我覺得消費者 應該都知道有沒有陪事 反而是有些 可能是因為公務人員 他忙於公務 他自己分不清楚 所以我們也常常碰到 一些所謂的公共安全檢查 他們也是覺得 多讓我們一種感覺的是 他們自己對我們這種分野 都不是很清楚這樣子 好 謝謝張小姐 OK 其實在今天這個節目裡面 我覺得有一個部分 是我滿通信 我們18歲以下的青少女 好像陷阱很多 真的 很像陷阱很多 他不是陷阱很多 是根本就很多人就是已經弄... 已經設好網 還等著雨來上鉤了這樣子 而且還等於是鼓勵他 離家出走了這樣 是 真的是鼓勵他離家出走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們孩子們在找工作的時候 我提醒一句話是 大方不大意 這是要很大方的去面對 我現在要進入這個職場 然後我面對以後 需要的這些知識 可是不要太大意 不管他求職或是找應徵 很多陷阱等你 所以你不要太大意 那我也希望各位業者 能夠小心不小氣 不過他剛剛提到的時候 如果要檢舉的話 那如果說 有發現有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希望把這些少女能夠透過 有沒有什麼單位是可以投訴的 如果說有相關單位 如果說未滿18歲的話 像少年福利法 或兒童福利法的話是社會局 那如果說業者有相關的資訊 或是孩子你有相關的資訊的話 你可以打到少補會來 少補會的電話是02 加一個02 553-0877 553-0877 這支電話可以提供大家 做一些諮詢參考 可是我還是很懇求業者 能夠小心的去幫助這些孩子們 因為孩子們都像我們的寶貝 謝謝張小姐 來我們請我們藍議員 我是 我很高興今天參加這個節目 也希望我們天下的父母 希望你們多給你小孩子一個關心 也給他一個美滿的一個家庭 也希望學校老師對你的學生 你要特別給他關心 如果是說小孩子有什麼困難 你應該協助他 也呼籲各行各業的業者 希望配我們政府的一個政策 少年福利法 兒童福利法不要僱用未成年的18歲 青少年包括少年都不要去僱用 那如果是說有這些小孩子 就是要去應徵的時候 希望你們能夠跟當地的一個機關 比如說社會級少女會 警察期 甚至說民意代表的服務處 都可以去檢舉 因為社會級會馬上給他 緊急保護跟安置 希望我們更多的一些未成年少女 免疫逗落的一個機會 給他一個更好的一個人生前程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18歲以後 這些關係我們後一代 那如果希望大家可以做會拍片 我覺得這個社情不怕是 只要大家有心... 誠心誠意的一起來合作的話 我相信台灣會更好 好 來 今天非常感謝四位 也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明天在港節時間 與夫評論大家再會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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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